IG民調這個系列終於到一周年了 一開始做這個系列的時候 完全沒想到會這麼受歡迎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因為周里面要多點 而今天問大家一個題目 就是你為了買東西做過最瘋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我希望大家今次的內容可以健康一點 我發覺我們這個IG民調的系列 越來越走向一個不健康的路線 我希望我今次收到的回覆 至少不要入屁股了好不好? 買首發的PS5 凌晨擔著小鈴鐺剪著片去排 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後悔到 因為我看PS5好像都沒有什麼很大的遊戲玩 我看很多朋友都買完PS5回來 然後是鋪了一層 為了一下模型 由柴灣搭車去秀記玩 再搭車去灣仔 再搭車去深水館 然後再走去旺角 最後買不到 自己是沒試過為了買東西 而這樣撲來撲去 但我試過為了吃東西而撲來撲去 因為我以前 不是現在也是 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 有時候真的很想吃到那間東西 或者那一種食物 我會為了它到處撲 所以我以前也試過找一些很隱世吃店的 然後找了很久很久 但我最後是吃到的 蛤? 為什麼不是你變窮是他變窮的? 不是應該他做...蛤? 他為了借錢給你借到變窮? 為了買一盒忌廉 走了七間胃腔 我突然想起 很久以前 我那個年代是有四方果的 好像很暴露年齡 但有一天他就停產了 但還有一些supermarket 或者是士多有賣的 那我當時就為了那盒 青檸味的四方果 我也是周圍撲 為了買某東西而 偷朋友那張信用卡 結果差點出事 哇!做你朋友也是慘 神經病 偷東西本身已經壞了 你還要偷信任的人的東西 哇!真的不要這樣 朋友試過去找一些有錢貨給他們包 就是為了可以跟女兒上樓 蛤? 雖然這些是個人選擇來的 但如果我是他女朋友 我寧願一起捱 很酸啊 在韓國零下富10度 outdoor排三個小時 買明星周邊 買完之後 雙腳凍到沒有了資格 做partime boyfriend 一星期為了買琴給女朋友 幸好沒有給他快 那是什麼玩法啊? 你為了要買一件禮物 哄你女朋友開心 然後你做了一件背叛他的東西 那你不如不要買啦 你的朋友就搶了兩對限量的AJ 之後他就說原價賣給你 但是 他要你在街上隨便問女生要約袍嗎? 才肯賣給你 之後 你做了 這些醜醜的東西過了沒人記得 但限量版的東西過了 我真的買不到的了 當然都是循例跟大家說 在街上問女生要不要約袍是不對的 OK? 在爸爸媽媽的錢包那裡 分了好幾次抽錢 然後就 屈一隻狗吃了錢 好壞啊 關這隻狗什麼事啊 這隻狗無辜啊大佬 試過為了扭一隻隱藏版的扭蛋 是扭了整部機的玩具出來 最後是有的 小時候我超喜歡家庭狗師 然後當時他有一個奶咀的扭蛋 我也是為了扭那隻隱藏版 他有一個隱藏版的奶咀 OK? 我也是扭了 剩下的扭蛋出來 最後我也扭到了 講到這個扭蛋了 最後我就收了幾封的玩具 想和大家在這裡做個簡短開箱 想道具 這裏就有四款不同的玩具 那這個就是黑暮太郎 我想應該是大金色吧 那這個其實就是烏龜造型的東西 那一隻就是我現在這款 那你只要打開 你就可以抽它那個龜的頭出來 然後動物的扭蛋 可能大家都見得多了 那這次它這個款 就是特地製造 皺皺皺皺的樣子 那這個就是命圓一線的動物 可以看到牠們的樣子 是超絕望的 因為牠們是處於一個皺皺皺的狀態 個人來說我覺得 熊貓的樣子是最搞笑的 還有最後想和大家開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是不是就這樣看 不知道它是什麼來的呢? 我收到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那其實這個裡面是有恐龍化石的 那所以呢 我現在就要撞開它 給大家看一下是怎樣的 那剛剛先掘完一輪之後 終於都可以集齊牠們的化石配件了 那接下來呢 就要憑我的智慧去砌它們出來 糟了我砌的東西是極差的 搞定了大家 這隻呢 就是最後它那個化石恐龍的真樣啦 Sorry 我自己是認不到那些龍的品種 如果大家知道這隻 是不是歡迎告訴我 那這一個呢 一套總共有六款的 看看大家到時候會掘中哪一款啦 有大有小 那這裡也都溫馨提示大家 要留足夠的空間和時間 去掘這件東西 因為它這隻呢 絕對是心機東西來的 小時候試過為了買玩具 在玩具XX城那裡 貴在那裡求媽媽買 最後媽媽怕尷尬就買了 So disgusting 不要貴啦 大佬 雖然我自己是明白 小時候買東西 是可以無所不容其極的 但是 大個看起來真的很尷尬 為了買MIRROR的演唱會 被用了十部電腦 結果 不停的也是買不到 每天不吃早餐 下午只吃五元炒麵王 晚上吃家飯再走路上學 不再說一句 我覺得炒麵王是省錢的陰物 我以前省錢的時候 又是經常吃炒麵王 不知道為什麼 為了買一對五千元的Nike聯名 早午晚餐都不吃 為了遲三個星期才買到 怎麼連續三個星期都不吃 你是說吃少一點 什麼叫早午晚餐都不吃 大佬 買IDOL的周邊 代購說已經買不到 然後你就不死心了 立即買機票去韓國 但是到處找不到 最後原來你的朋友買了 打算送給你做生日 但是見到你買不到很不開心 所以提早送給你 這些才是朋友 為了買藍牙耳機給媽媽打了一頓 最後還收了手機 買了藍牙都不接到 用買書的藉口 騙媽媽幾千元去追星 還有買專輯 我覺得騙媽媽的錢這件事 應該很多人小時候去做過 一個朋友拿了爸爸媽媽 將信用卡 貨金落APEX 一萬元就是為了全家保 最瘋的是 他家裡有錢 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 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麼方便 為了買電話 訂爛自己的舊電話 這個觀眾很小瘋 如果他不讓你買新電話就怎麼辦 為了Malhoff為了生命麵包 和朋友一起脫底褲 只是穿免褲 之後去超市選擇 我能得這件事的資訊量又最大 吃炒買了PS5張 但誰知道出那天 你去到店那裡 店主說是假的 被人騙了錢 然後你隔兩天再吃炒買 那部PS5 我想訪問一下 這位觀眾現在有沒有後悔到 以前和Friend為了買酒 隨便在超市找個大人幫你們買 為了買mas on的口罩 然後由肥方走去銅鑼灣 最瘋的不是我用 是送給女朋友 那你還是坐車過去 我最喜歡說你走過去 買了老虎機在家裡 但我又覺得老虎機 都算是賭博類的東西 賭博類的東西 如果你在家裡玩 你不是賭錢去玩的話 應該是很悶的 當然我也不排除你是喜歡 有空這樣 騙老爸說 興趣班學費200元 但其實50元也不用 然後這樣就維持兩年 正賺6000 我以前好像也有試過做這些 對著姜濤把照片祈禱 為什麼要祈禱 你祈禱是火啊 用100元去買模型 付寶借錢 為了買電話而求媽媽 求了半年 今天打算買一件東西 怎知道店舖倒閉了 你就不知道貼了哪條筋 在非外國買 當然我本人也是喜歡購物 但我沒試過買東西 買到要離開香港 就是為了買一件東西 餐10分鐘才可以買到東西 那朋友就出去淋雨 1分鐘1元 你餐10元買不到東西 你朋友叫你出去淋10分鐘 他才給你10元 他都說可以認識正常的朋友 這個已經不關買的事了 試過女朋友想要一件東西 然後你連續吃了差不多兩星期 天天只吃一餐 然後女兒收到禮物 說不喜歡 那些女人就是這麼古怪的 小時候為了買玩具 就壓緊你爸爸的手 壓到他痛 然後他妥協 然後他就買了給你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你 他真的用不給你的 其實你做什麼都不會給你 好了 那今次的IG文條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下次都想玩maphon的話 就記得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做優惠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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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